他看到了队友的包围 球来到了空旷的地带 凯文德布朗内 从对手那里夺走了球权 维尔谢尔 比赛时间过了一小时 这时候拼的就是破例 我们会看到双方的胆量吗 直接外球 范迪克 德里皮尔 乔格迈斯 凯文德布朗内 在尽全力弥补 传球的意识不错 不过传球的力道不好 再大力一点就好 球员在小范围内倒角 防守队员略胜一筹 不过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及时多回了球权 威廉萨利巴 威尔谢尔 在边路寻求机会 穆萨迪阿比 李渔月龙门啊 精彩的扑掉 套球已经是做到骑士了 威廉萨利巴 一直保持警惕 及时出现 前面有队友在保卫 准备的找到了队友 奥娜娜及时出现 化解了危机 这个犯规 这个判罚对残谈来说 根本没有难度嘛 很明显嘛 当然 希望你能不能够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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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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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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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中文字架 准硬 大射 一早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下半球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这次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这球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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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法国球员能够持续向对方施加强大的压力 此外还有着出色的护球 以及抢回球权的能力 在持球的情况下 我还会注意到他的推进能力非常强 当然要非常倚重他 在边路寻求机会 达尔南多图雷斯 比锈团了出来 九宝剑英 他应该知道这种团球简直是在浪费生命 显然他在关键时刻发挥的不够好 他的意图完全被对方防守球员识破了 一出手就底气不足 伊尼亚基 威廉姆斯 威廉恶姆 一个马拉多纳 南多的机会 伊尼亚基 威廉姆斯 内球很有威胁 这脚跟我们势大力尘 只能说运气稍差了一些 林尼亚基 威廉姆斯 马拉多纳 一个马拉多纳 西方对手更是输不得 奥雷利安 丘亚 梅尼 几次干净利落的短船配合 王牌对王牌 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 列德里 大王哈尔 比赛已经滴了十五分钟 将球转移到了边路 亚里昂 德罗 巴尔德 球在法地脚下 现在球分到左洛 这一脚穿球有点拖泥带水 奥雷利安 丘亚 梅尼 若昂 菲利克斯 这结果多少让人上火呀 九宝剑英 如了孔德 先出一脚多回球权 若昂 菲利克斯 这球分得漂亮 利用身体迫使对手失去球权 二八 将球拦了下来 一个马拉多纳 对方负责制造问题 而他负责解决问题 几次精彩的护船 把球带到了前场 菲兰图雷斯 攻门 哇 险些破门 险些破门 出了孔德 迅速将球抢下 对方无功而返 大卫贝卡姆 威林恶姆 托雷斯 进行了几次快速的断船配合 贝尔南多图雷斯 将球拨住 惊人的反应速度 快速发动进攻 佩德里 你仿佛可以听到 教练席上的一声叹息 马拉多纳 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 这一个空档 约底二八 安苏法迪 需要一记精准的场球 球来到了空旷的地带 亚里昂德罗巴尔德 伊尼亚基 威廉姆斯 一大片开阔地 好机会 球在贝卡姆脚下 有很好的传球机会 一个马拉多纳 陷入古战 没法摆脱防守 再来对方 把他当成了危险人物 受到了特别的关照 对方多名球员迅速围堵 让他无路可走 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感到束手无策 列德里 还在寻找机会打破僵局 半场就要结束了 罗梅乌 他们希望取得这样的效果 伊尼亚基 威廉姆斯 抢了回来 托雷斯 贝林恶姆 大卫贝卡姆 几次精彩的护船把球带到了前场 对方球员的这个动作有点大 旧跑剑英 回船 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贝德里 塔瓦哈尔 旧跑剑英 拼命跑向球的落点 现在反击啊 余迪格 及时断球 我们进入了中场休息 虽然表现出了进攻欲望 但是两支球队都没能破门 这场比赛的走向 确实让人难以预测 这场比赛年宅 我们这场比赛年宅 在寄出的 比赛年宅 每当前走到场 想到 完蛋 民场 草 运功 不 绕大 责闭 一失 上半场没有出现进球 但这至少意味着防守队员做得很好 要想打破僵局 进攻方式需要更具有想象力 篮弹传空了 亚里航 多罗巴尔德 很好的保卫 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 奥雷利安 邱亚 梅尼 这是要传给空气吗 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 上单 前面高难度的部分做得很好 偏偏射门没有打好 费兰托雷斯这次跑位很精彩 他的积极跑动给到队友创造了许多空间 这是双方王牌之间的直接较量 球在托雷斯脚下 应该有机会破门 提交什么 双方都在追这个球 好的 他们的配合非常娴熟 真是教科术一般的二过一配合 这种流畅的传接球最让防守队员头疼 他们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脚球 危机之中将球结尾 尔方菲利克斯绝不想输给对手 约底二八 准确的预判 球被弹了出来 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 对手 安苏玛尼法迪 亚里航多罗巴尔德 接着南多托雷斯 球在贝林厄姆脚下 俄梅乌 本来形势很不利 不过他们凭借良好的防守 拯救了自己 这就是个不得不铲的球 他们被反击打个阵招 最后没办法 只有放铲 看 做得漂亮 这边就没办法 贝林厄姆脚 债范 这边制队 头在贝林厄莱姆脚下 这边有队友在跑位 奥雷利埃 丘亚 梅妮 菲尔南多 托雷斯 马拉多纳 一个马拉多纳 捕捉机会的嗅觉很好 可惜最后无功而返 球被对方拦截 无功而返 让菲利克斯 精彩的对决 他显然是在全身心享受着比赛 要是能赢下来就更好了 洞察力不错 一早就看出来了 既然加时赛还有额外的换人名额 那应该更大胆地进行换人 大卫贝克安姆 现在他在边路拿球 往前传 球在九宝坚营的脚下 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 一个马拉多纳 托雷斯特根精彩的扑球 这下看谁能够先拿到球 转身向后传球 尝试打一球 刚才场上的一瞬间仿佛凝固了 这种区域丢球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很担心如果再有一次类似的失误 他们恐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不구요 启太瘠岫 下子 十 prep 要是苦强的 再加时 这些地 scientists 也会选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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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成功地把球破坏了 维尼修斯直接与对手过招 忽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 踢脚球最怕的就是这种快速反击 安苏法迪 亚里航德罗巴尔德 有很好的传球机会 进度的落点 攻场率不错 一早就看出来了 飞带里克巴尔维德 马拉多纳 转移到边落 我觉得现在比赛的关键就是看谁能够更沉着 总不能那样失去球权 王首球员准备将球传给前锋 准确的预判 好脚法 漂亮的直赛球 漂亮的直赛球 维尼修斯 反击的好机会 尽端 尽端 王拉塔 亚里航德罗巴尔德 将球拦了下来 王拉塔 此时需要这样的比赛节奏 分给左路 视野很开阔 突进去了 埃德华丢卡马万加 轻松识破了对方的意图 想要穿透防线 就在罗德里格脚下 就在罗德里格脚下 真没有办法被追了越位 很无奈啊 看来两队今天是难分胜负了 不过还有可能打破僵局 对于前锋球员 现代这种形式真的让人十分头疼 根本得不到机会 传球质量有待提高 他马万加 机会怎么样 卡尔士德更哭得漂亮 他出色地化解了险情 无论是预判还是处理球都相当好 现在高个子球员都挤到了禁区里面 他在追求 险情得到化解 发动反击 反击要来了 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 球报建英 他准确地找到了队友 这结果多少让人上火呀 九十分钟未分胜负 驾驶三十分钟 现在体能和疲劳程度才是关键因素 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加持赛了 三十分钟 这次 sequанDB 禁止 开脸 开锁 没有 开锁 感谢观看 几十分钟已经过去了 双方仍然是未能分出胜负 滚了他 真是难以置信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优优独播剧场